在港股二千多隻股票裏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走漏眼 尤其是那些長期沒人來的股票 當你發現的時候,它都已經升了很多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藍燈籠,中國移動,股票編號,941 想看精彩內容,記得看到最後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投資最容易的頻道 中國內地三大電訊商之一的中國移動 剛剛公布了它2021年度的年度業績 盈利1420多億,盈利增長有10.65% 每股盈利6.94,增長有10.53% 都不差的 今年除了盈利增長之外,派息比率一樣有增長 由52%升到58% 所以今年每股派息比去年多了很多 由3.29,增加到4.6元 簡單一點看,今年中國移動 交出來的業績是一個不錯的業績 盈利,盈利增長,派息,派息比率 對於股東都應該有一個交代 然後看看它最近三年的業務發展 第一行,移動ARPU 大家可以理解為每個客戶每個月的收入 2019年就49.1元,之後就跌到47.4元 上一年就48.8元,就升上去 大家可以理解為差不多了這幾年的收入 用戶人數都很穩定的 九億五千萬,落過去九億四千二百萬人 今年又多了九億五千七百萬人 然後就到重點了,五珠客戶用戶人數 從2019年剛剛開始,三百萬 接著到之後那年,一億六千五百萬 接著到去年,三億八千七百萬 增長人數也很多 另外一部份就是寬頻收入 大家可以看到,家庭的固網寬頻收入 由35.3元一個月到39.8元,每年都有上升 而且用戶人數也由1.72億 上到最後2.18億 這也是一個理想的收入 為何2021年賺多了錢呢? 主因是5G的基建投放 中國移動在去年已經開始減少了一點 所以不用扔那麼多錢下去 但除之而來的,將會是6G 6G在將來亦會是中國移動洗錢的一部份 這一部份很重要的 如何去區分這隻股票 很影響你如何採取不同的投資策略 中國移動在2012、13、14、15年 業績大幅增長 當時屬於增長類型的股票 大家會看到,之後不斷PE下降 市場對它預期的PE越來越低 主因是中國移動隨後的差不多10年 基本上要不就沒有增長 要不就很微量增長 所以市場基本上將它視之為一隻公用股 大家可以看看 市場比中國移動的市盈率預計 只得7倍多到8倍多不等 換句話說,市場在最近幾年 視中國移動只不過是一隻公用股 基本上市場只是預期 每一年沒有增長 穩定的收入,會派固定的股息 如果你打算逆市場而行 視之為增長股 打算它會大幅波幅 或者賺很多錢 我想就應該會錯了 既然是公用股 大家一起看看它的派息 大家看到它的派息 由剛剛上市 2002年派息三毫兩指 一路升到2012年最高三個四毫一 這段時間亦是中國移動 股價不斷向上突破的時間 市場視之為增長股 過了2012年後 它的派息跌落 它的增長亦慢了 2017年大家會看到 它的派息很高 因為派了特別股息 在這一年之後 2018、19、20 股息都很穩定 三個二毫多左右 是最近一年 派4.6元 是一個比較高的股息 對於中國移動的基本背景 大家應該有基本的形式 好了 來到這段影片 最重要的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 先講壞消息 對於中國移動的隱憂 基本上 三間中資電訊商 都受著這個金剛圈枯著 如果大家有印象 有一件事叫做提速降費 而這件事 亦即時令到中國移動 在2013年打後 股價下跌 亦是這件事 令到它收入下跌 盈離下跌的主要原因 作為國家級戰略性的企業 在2015年7月6日 工信部正式通知 各大電訊商 要研究減少 萬油收費的可能性 因為在那段時間 在中國裏面不同省份 都會收萬油費 以及顧網寬頻費 在當時還是收得很貴 在接著那五年 三間電訊商就開始減價 在2020年10月 中國移動總經理董欣 在公開場合表示 近年來降費的措施 累計為及50億人次 向全社會讓利了超過2000億 因為由電話去到上網寬頻 全方位減價 因此覆蓋率及滲透率大大提升 在完成國家級任務後 大家可以想像 為何中國移動在2013年打後 業績開始慢慢會跌下去 因為每戶的收入少了 所以業績會變差了 在去年2021年4月7日 國務院李克強就說 想中小企的寬頻 和專線再便宜多10% 所以在這個降價提速的金剛圈之下 三間電訊商要收入增加 真是不容易 都未計算 不斷掉錢5G 和將來掉錢6G的營運成本 和大家可以看看 在2017年18年 仍未有5G之前是用4G 但中國移動的收費 ARPU其實更高 2017年有57.7 去到20153.1 一直跌下去 所以為何對上幾年 中國移動的股價表現 一直都這麼差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再早一點 在2011年 連4G都未普及的時候 反而月費收入 去到73元 沒錯是73元 當時只是提供電話服務 漫游服務 都有73元 但反過來 現在有3G、4G、5G 甚至乎6G 只不過48.8元 所以為何三間電信箱 是有個前景有5G、6G 概念沒有好 但在這個金礦圈之下 想全民有一個便宜的收費 基本上它要賺多了錢 便並不容易 所以當有人說 三間電信箱將來發展5G 或者6G業務 會令它賺多了錢 你就真的想清楚了 在這個金礦圈下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便宜的寬頻服務 它們又怎可能這樣大幅加價呢 除非你想違反國賊 所以當你有這些憧憬 你就要很小心了 所以合理推論 即使將來5G完全普及 甚至乎6G開始慢慢落地 大家都其實預期三間電信箱 就住收費 不夠膽會收耗高 很可能和現在差不多 因為經過最大量的投資期 5G基建開始越來越少 所以中國移動反而是 透過減少開支去增加收入 現在看就看 6G不要那麼快推行 等5G基建落成 開始進入收成期 中國移動的收入應該會好一點 主要是因為開支減少 但不要預期因為有5G 所以收入會大增 應該沒有這些事情 在這個提速降費的金礦圈下 941就很難賺大錢 但是不是沒有好消息呢 那又不是的 最少有兩個位置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 大家可以看看中國移動 最近半年的股價 最關鍵就是1月初的時候 大家可否看到 1月初期的時候 有一條很大的陽足 同時間伴隨著異常高的成交 大家會留意到 1月1日的平均成交 遠遠是高於上三個月 因此之故 資金其實開始 已經在中國移動裏面炒作了 我們又看新聞 為何一月初會升 主要是因為 在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 股東授權董事 在聯交所回購股份 而不超過總發行股份的10% 回購港股2月7日就解禁 中國移動就可以回購港股了 這是對於股價 很好的提振消息 所以因此1月初一路升至2月初 直到美國那邊就說 中國股要全面退市 它才跟著大市一起跌下去 下一步我們大家看看 中國移動的股權分佈 中國移動大概有25.8% 在市場上可以買賣 另外還有74.2% 並不是在市場上 大家可以看看 在市場上大約有55億股 而上次股東大會就說 回購不多於10% 那裏有20億股 其實這20億股如果在市場買 其實佔的比例是三成多 相當之多 當然了 我不會猜它一次過回購了 我假設你回購只有2% 那裏都差不多4億多股 已經差不多在市場上可流通股票 差不多8% 這次亦都是中國移動上市以來 第一次大規模回購股份 當然最終未必有10% 但實際上如果它回購2-3% 對股價都有很正面的影響 除了回購之外 下一項可能大家沒有留意的就是 是誰在買股票呢 這個很重要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 看看CCASS 聯交所入面的持倉記錄 第二第三位 都是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那是甚麼呢 這兩間券箱 就是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香港有限公司 亦即是大家所說的筆水 先看第一間 A0003 看看圖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筆水已經在2020年11月 開始部署增持中國移動 而買得最多的就是2021年1月開始 去到2021年的4月 這一段時間都是大幅增持中國移動 一直到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 由最初的時候持倉0.84% 一路上升到差不多5% 增持了很多 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再看筆水的另外一個牌 就是A0004 大家同樣會看到 都是在2021年1月左右 開始大幅增持中國移動的股權 由最初 0.2% 去到現在差不多4% 筆水這兩個帳戶加上 已經有8.3% 已經令到市面上的流通股票 大幅集中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如果筆水這一種集中 之後很可能有特別的部署 當筆水收光了貨源 如果中國移動要回購的時候 就會發現了 市面上可以回購的股票 少了很多 大家會很合理地推測 之後股價就會更加波動 要擠上去更加容易 除了回購之外 剛剛今次的業績發佈 還有一個消息 中國移動表示 為了更好地回饋股東 公司充分考慮盈利能力 現金狀況 及未來發展的需要 會在2021年起 三年裏面 以現金的方式 分配利潤逐步提升至 股東應佔利潤70% 現在大約58% 即是說 未來三年將會提升到七成的派息比率 而它每股賺6至7元 這樣七成的派息比率 大約會去到4.2至4.9 用現價計55元 差不多排到9厘息 這是一個很吸引的數字 中國移動這個措施 很明顯想吸引 長線基金持有它的股票 從而提振中國移動的股價 當這兩樣東西合起來 回購吧 派息比率增加 以及不需長期部署 三樣組合成特別的化學作用 對股價有明顯的幫助 第一 回購 回購完後市場上股票減少了 即是說 每賺一股 分的人減少了 那麼每股盈利就會上升 每股盈利上升 它又增加派息比率 變成原有的股東 可以派到的息更加之多 再加上 筆水是持股量頭三位的排名第二第三 絕對擁有抬高弄低的能力 如果大家有一定的股靈 應該知道 當筆水推些錢進去的時候 一隻股票可以升得多麼瘋狂 雖然基本面來說 中國移動要賺多很多錢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但是在技術層面 在股權分佈 以及它的新的派息政策底下 可以提高一線 當然 投資涉及風險 大家要因應自己對風險接受程度 去買賣股票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留言我可以在下面說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才可以聽到其他不同的股票分析 多謝 今天的音nte 周初 migrant 莊 藍 藍 臉 俞